继续苹果发布会Keynote的分解教学 在介绍iCloud Plus升级内容的时候 提到可支持HomeKit摄像头的数量 从一个增加到了多个 这里用了一组动画 数字1翻转变成了数字5 单词Camera增加了一个字母S之后变成了复数 非常好的强调了升级前后的变化 下面我们来还原一下这组动画的制作方法 首先在画布上插入需要用到的对象 两个数字 一个单词和一个字母 并把数字1和单词Camera放到画布的居中位置 选中需要消失的数字1 添加消失动画 选择立体翻转 方向改为从下到上 弹跳效果可以取消 时间不用太长 0.5秒即可 然后选中需要出现的数字5 添加出现动画 同样也选择使用立体翻转 其余设置和数字1相同 然后在构建顺序中 让数字5和数字1同时开始 接着只需要把它们两个叠放到一起 数字部分就完成了 下方文本的处理方法是 首先我们先记住 这行单词在画布上居中时的水平参数 也就是X轴的位置 在排列里可以看到 X轴是842 这个数字你先记住 然后把字母RS放到单词的后面 全选它们 让单词的复数形式和画布再次对齐 由于Camera这个单词向左移动了 所以它有了一个新的位置 在排列中可以看到 X轴变成了828 所以可以先把单词的水平位置 恢复至移动前的初始数值 也就是842 然后对齐添加一道动画 并把终点设置为移动之后的828 那么单词向左移动的效果 我们也处理完了 记得把动画时间改为 和数字翻转相同的0.5秒 最后是字母S 它就更简单了 添加渐变和移动出现动画 方向选择从右到左 行进距离改为10% 动画时间也改为 和数字翻转相同的0.5秒 在构建顺序中 把后面两个动画 改为和数字翻转动画同时开始 整组动画就搞定了 点关注呗 为了赞 squeezed lunch